如果這個資金又或者是郭台銘本身是有參與其中的話 那郭台銘就有可能變成選爸爸87條的過半 而且呢這個處罰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這樣的處罰是會影響到選舉的結果 而且是關於總統大選 因此呢是會可以除到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力拼百萬連數 怎料近日傳出 新竹縣新普正代表會主席王增基 涉嫌以每人400元新台幣 利用民眾替郭台銘連數 監禁掌握親资前往王增基主廚 以及涉嫌連數的加油站搜索 當場查獲現金以及連數書 新竹定院裁定王增基緊要禁見 而若查證會選屬時 王增基會受到怎樣的刑罰呢 我們來聽聽律師劉瑋廷怎麼說 過往大部分都是總統候選人 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急功之心 要求選民來參與連署或不連署 因此必須要對他們做處罰 但是呢現在呢 非常多聰明的犯罪手法 就是不再由總統候選人 來親自來執行這件事情 而是透過第三人 或是由第三人主動來發行 認為自身的利益 跟總統候選人是相關的 所以呢要由自己來提供資金 並且要求選民來參與或連署 或者是不連署 會使得這個候選人 到底能不能成為總統候選人 影響到這個選舉的結果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即便不是總統候選人 而是由第三人自己主動來提供資金 來讓這個選民影響到他們去做連署或不連署的意願 這種狀況下仍然是可以依照我們選爸爸第87條的規定 來做一個處罰 而且呢這個處罰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這樣的處罰是會影響到選舉的結果 而且是關於總統大選 因此呢是會可以除到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即便不是總統候選人 而是由第三人主動提供資金 仍然是會被處罰 而且是一個重罰的狀況 那至於呢收受賄賂來做一個連署不連署的選民呢 在法律上面目前並沒有直接對他們做一個處罰的規定 除非他本身可能具有公務人員身份 或者是具有其他公務的這個體系上面的一些責任 否則的話在一般的選民來說 法律上面仍然是不加以處罰的 而關於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會因為此事而受到刑罰嗎 像這樣子如果是他人提供資金 而郭台銘候選人本人是不知情的狀況 那郭台銘當然不會涉及選爸爸第87條 但反過來如果這個資金 又或者是郭台銘本身是有參與其中的話 那郭台銘就有可能變成選爸爸87條的共犯了 請進去詞車 請進去詞車 我們在一旦的節目中 請進去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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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去詞車